女王当家 最赞的都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Casie小姐 俗文 我们常听人家说 要活就要动 那快乐健康的人生 一定要天天动起来 可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天天快乐地动起来 大家知道吗 来 我们看一下 台湾竟然有高达350万人 他有膝关节的疼痛问题跟困扰 那当中其实这个年龄层 由六七十岁 还有逐渐下滑的趋势 包括三四十岁的人 都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那尤其六十岁以上的这个男性呢 有高达大概七成 那女生呢 其实比例 膝盖问题的比例 还会比男生还要来得多耶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就跟大家邀请到好多好朋友 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 谈谈他们怎么来保养 照顾自己的全身 尤其是下半身的健康 首先我们就要欢迎呢 我们这个叫做人体力学的专业权威 然后也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简文仁简老师好 崔文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耶 还有呢我们的农业达人 吴瑞宗吴老师 各位大家好 董事长好 以及我们的生活达人 施泰生 施老师 大家好 好 来今天呢 开头我旁边这三位男性 其实还蛮有 可以叫什么 开热了 中气十足 代表你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都很不错 不过呢 其实开头就讲到说 哇这个资料显示 竟然呢 有这么多的人 原来其实有走不动 或者是不能走的问题 那也请教一下简老师 这个卡没烂 这个问题 以你这样的一个专业 你觉得台湾人 现在是不是这个问题 困扰了很多人 没错 我们都知道 幸福的人生就是 血腥水 可以摁当摁筛 可以行动自如 对啊 你如果当你 如果腿没力 不能走动的话 那步步都要扣人 给你扫伦理啦 那时候很困扰 是 所以一定要动 我们讲 要活就要动 但问题是 大多数人 当然很自由可以动 但总是有少部分人觉得 动起来有困难 对 会痛啦 对 会没力啦 是 会怕跌倒啦 对 很多很多的顾虑 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 趁你还能走的时候 就好好的走路 好好的动 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 全台爬爬罩 吴老师 你的手也要有够烂 有没有全台还跑到国外去了 其实我觉得说 人的就是 四肢很重要 那灵活其实最基本的 那怎么样保证灵活 我觉得还是要运动 那其实后来我发现 是不是很多种类似的一个 辅具也好 器具也好 我都会尝试 那我从那个什么 跑步机开始 可是 有时候真的跑步跑也会累 那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在客厅的话 如果说有个器材 能让我边看电视 因为皮质在后面走 已经走很累了 可是下雨天没办法出去 还是想动 可是身体是想放松 脚会继续动 为什么 我觉得膝盖很重要 所以想说 如果辅具人在客厅 能够在边看电视 边放不动 就非常好 有道理 如果最简单的 最起码我在家里 要保持有活动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其实 我觉得这一集 让我觉得有一点心疼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健康也是老师 因为其实这一集 他特别很有感触 是因为说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些人不是挖挖挖挖 我基本就动不了 我可能就是 可能是受伤 或者是说 我根本就是 有一些朋友是属于瘫痪 或者是种种的 很多问题 这个不是年纪的问题 那像这个健康老师 你本身就有这个 怎么讲 切身之痛 也是一种遗憾 像简老师讲 所有正常的 应该是 要维持能够走路 如果说一个 是不能走路的人 他的健康 真的会快速的恶化 那我母亲呢 那个本来是年长了 年纪大了 他有失智症 外劳在看护嘛 那结果外劳在 你看说十年来 都还算 他喜欢拿着一个拐杖 有时在家里面走 天气好就外劳扶着 外面走 结果呢 大概也过了十年的日子 我也比较不用担心 结果有一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 那个外劳没有去 把他扶好 他不小心跌倒了 那跌倒了以后呢 看了医生 挂了急诊以后 就从那天开始 他就没办法走路了 因为他的整个的 那个骨头啊 还有他的整个关节 我不知道是 叫做骨折还是什么 医生就直接跟他建议说 直接要做轮椅 年纪大的是原因 那你想想看 就没想到 只有不到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以前我妈妈是固定 一个月大概是 门诊一次就可以 做了轮椅后 一个礼拜 几乎要跑两三次急诊 这么严重 整个的 整个体能状况 会急速下降 真的 所以跌倒是很重 很大的风险 很严重 尤其我们常讲 保命要防跌 真的 不能拨 很多人加一个拨 可能骨折 骨折就要开始开刀 住院 他那个死亡率很高 是 来 这个部分也是 刚刚施总说 当年跟妈妈 对不对 其实跟妈妈感情 也是蛮好的 你们两个健康 这又不严重 对 不过后来就是 你刚刚提到说 像她后来是跌倒 是吗 对 几乎每个礼拜 挂两三次急诊 对 为了怕她跌倒 怕她再摔下来 还用绳子把它 对 我有发现 你给我的 提供我们的照片 这个妈妈 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你身上还给她绑着 这个绳子 对啊 因为 怕她是怕跌倒吗 再跌一次 怕她再从那个轮椅摔下来 又没有办法帮她活动 她的血液循环 我们大家都知道 心肺功能总是 就像简老师讲的 你连走路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就是 当时没有这机器 所以我才说是我的遗憾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简老师 那是不是就是你讲的 就是说 其实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动 那不动的话 你整个体能状况 会急速下降 这也就是你刚刚讲 老人家不能跌倒 一跌倒 这个身体状况 就兵败如三倒 有时候跌倒 你像一倒下去的话 可能就是头部外伤 对 脑血管问题 那个头部 或者颈椎的问题 或者刚刚讲 造成骨折 那这些都是 比较严重的要卧床 对 那当然少不能说 她虽然没有骨折 但从此害怕走路 害怕跌倒 害怕跌倒就不太敢动 一不动的话 体能又更差了 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像 像跑步机啦 或者是这一种什么 脚踏车 那都是正常健康的 有点的嘛 那个叫做主动运动 我们当然是鼓励主动运动 你的肌肉主动收缩 放松 关节 指动运动 那现在有一些医院 病人不能够主动运动的话 他就用被动运动 我有看过那个电视剧里面 有那个 就一只脚跨的 就一个机器 都把他捡的 就是类似那种东西 你子女帮他做 那也叫被动运动 那很累 那也没办法一整天帮他动 手工的运动 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原油概念 所以老师 我们现在手脚上在踩的这个 就是类似 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是吗 对对对 我们正常的是很难意会 不能走路的人的痛苦 有的是膝关节退化嘛 对不对 江老师 他做物理治疗的 那有的是像中风复健的 像隔壁这位轮椅大哥 他是中风做复健的 他是 尤其是像那种 还有更严重的瘫痪的 根本就不能动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脚放上去 有没有 对 只要把这个开关这样轻轻按一下 他刚开始 他就会帮你先从后退 然后他会自动的再往前 模拟 你看有没有注意到 模拟我们人在走路 有没有 踝关节这样动 他每一分钟 他都这样子就相当于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活动我们的这个关节 但是又不会导致于疼痛 因为他并没有 主动式的那种回馈的 对这个膝盖的一个后座力 而且他的速度最慢 还可以慢到像 类似于像 你看这么慢 所以他可以 所以他有分段是不是 这样子大概是几段 最慢的速度 相当于 大概每一分钟 大概只有 差不多五六十步而已 等一下 那我怎么发现 吴老师你逗退路 那那个健康老师 你怎么往前 这个也是观察出来 就是往前往后 这样是不是带动的肌肉 也不一样 对 我们有一些人喜欢说到公园去 逗退路 逗退的 有有有 我有看过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安全第一 所以我个人坦白讲 我不是很赞成倒退走 那个要脚有够力 就是环境够安全 要不然你撞到别人 跌倒 或者一直回头看 一直回头看 那个脖子也不太好 那逗退路是要练什么东西 所以有时候跑步 因为你往前走的 用的肌肉群 跟往后走的肌肉群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这机器可以帮我们被动的往前走 或者被动往后走 训练我们肌肉群 眼睛不用往后看嘛 所以等一下 所以你们现在两位 是你们在动还是机器在动啊 那是谁在动 你来来 我请两位老师都把脚抬开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是机器带着你们的脚在动吗 对 不过现在讲到的都还是说 最起码你没什么会动 但是又会动 那道于那种所谓刚提到很严重 是要瘫痪对不对 那都没动的 这样子也能帮他带动吗 这个就是我到那个李贝青 他就是我们的月亮歌后 是 对 我再去跟他见面的时候 这是你的一位朋友是不是 对他介绍了 是 他40年来 他是因为那个胸椎 好像第七还是第八 他当时是疼痛去开刀 结果因为手术失败 40年来他的腿是瘫痪的 连知觉都没有 所以所谓瘫痪是怎么样 是从下半身完全没知觉 从宽关节下面有没有 你碰他他没感觉 完全 这叫瘫痪 完全没有 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影片 其实非常感谢 真的会掉眼泪 老师 真的特别 这个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问题的亲友 可能更有感觉 我们也来看一下 真的可以有一个好的辅具 来带动他们 来维持一个活动力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都想帮我 然后拿了那个脚踏车给我踩 我就看了就吓一跳 哇那怎么踩 完全不能用 因为我要坐上去 我整个还要平衡 所以坐在这个椅子上 或者椅子上 我觉得这个不是只针对 这个生命的病人 是一般人都可以用到 其实很好 因为他在动我 好像就真的我在踩脚踏车 因为虽然我没有用力 但是他在帮我活动 你们设计的好棒 脚也会跑开 那对于这个残障的朋友 就是行动不方便的 他绝对需要这个 然后一般的人 更需要 所以这当中 其实这样一个好的发明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段数 往前往后 然后就是让你动 那其实完全不能动的朋友 也真的要天天 还是维持他的这个动态的 让身体的好循环哦 你不能动 他帮你动 天天乐活动起来 哇真的是 一定要动哦 广告回来 还有更多的分享 维持健康的人生 真的要天天 持之以恒的运动 或者是保持活动 可是呢 你的膝盖户 到底会积累吗 有没有力气啊 来我们赶快呢 自己也来做个检测 同时也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检老师 好 膝关节的检测 大概要掌握哪几个 OK 没错 我们的膝关节呢 是一个行动力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 所以呢 我们很多年轻人 不是练深蹲 有 练深蹲那是练腿力 所以你如果说膝盖呢 大腿没力量的话 你能说蹲哦 能说蹲 踢不住 这是第一个 对 那第二个呢 我们对老人家来讲 我们平常很常检测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坐在椅子上 然后站起来 坐下去 我们会测30秒 然后看你能不能坐几次 如果它能够 很困难的起来 然后慢慢下来 那当然表示它腿力不够 或者膝盖不好 那我们要20下 就作战 作战症来测 也很简单 一方面也是测它的耐力 是 因为有时候走路要走远一点 爬楼梯要远一点 对 所以要测30秒 看你能量 那更简单了 很多人 现在很多老人家 不敢住楼上 对啊 要爬楼梯 上楼下楼很困难 所以你如果上楼下楼有困难 或者你膝盖会痛 那表示你的膝盖有问题 会听到一定是 正常状况它不会痛啊 你可以灵活运动啊 活动啊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 可能有的是老化 有的是意外或受伤 那真的没有办法动的 这些状况 遇到了面临了怎么办 它这台机器 如果说你看就这么轻 我们可以把它从 这样抬上来对不对 放在沙巴或桌子上面 对一些手背啊 就是一些手比较无力的人 缺乏运动的 或者手 那个关节疼痛的 被没办法动的 你看它不光是脚 手它也可以 手也可以来应用啊 你看 你看它也可以调速度 也是一样可以调正反转 你现在是放手腕的位置 如果整个手把它打起来 这样也可以吗 我们手腕的关节 可以活动得到 而且它可以连伸到 我们的手肘 到我们的肩膀 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肩膀其实在前后 前后在活动了 对 没错 避免这个关节沾黏 对不对 杰老师 沾黏就很麻烦了 对 五十肩 对 所谓那种沾黏 是因为一直没弄 总得钓到 跟胶水沾 我们的关节很多软乳汁 那软乳汁你 不常动或者花园 它有时候呢 就会比较硬化或者沾黏 什么叫做五十肩 整体到这个地方就举不上去 卡住了 有没有 那就是沾黏 同一个姿势太久了啦 你比方想像 妈妈在晾衣服啦 炒菜同样这个动作 或者有人在卖鸡肉 都要钓鸡有没有 或者是过劳 重复一个动作 过劳了 受伤了的状态了 所以那种状况 反而你更要动啊 对不对 不是 那个是过劳 过劳就要休息 我们刚刚是谈到说 五十肩的原因啦 过劳 或者多不动 都会有问题 所以等于是手脚 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呢 它帮你动 如果你都不能动的状况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旁边这位 听说高龄是八十岁 是吗 吴大哥 吴大哥是不是 所以你看吴大哥 做轮椅的 其实当时我妈妈 就是因为做了轮椅之后 我一直在头很痛 就是说你看 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做轮椅的 我是不是叫外劳 这样子帮她这样子捏 对不对 这样子捏 可是她应该手会很酸吧 帮她抬对不对 对呀 这样手很酸 对 可是我也不忍心 外劳她也是人 后来 所以我说我最大的遗憾 是当时真的是没有这个机器 那一个做轮椅的 它的我们是都知道 动脉到我们的脚底 静脉回流 这就是所谓的心肺功能 不然杰老师怎么会强调说 不能走路的人 真的是很危险 可是你看 附件的人 你看他还可以前后转 只有靠这台机器带动它 让它不仅仅是 踝关节 膝关节有活动 更重要的是 循环变好 如果他的脚不动 等一下 那像吴伯伯 吴伯伯现在是你在动 还是在他帮你 你脚就放着而已 机器在帮你动是不是 吴伯伯他自己要动的话 他会很辛苦 尤其是长期坐轮椅的 其实他有的时候是 小腿肌肉萎缩 真的 所以是靠他 所以是靠他 那我们建议一般慢的 就是领长的这种做轮椅的速度不要太快 对我们正常的人来讲 是吗 初期渐进式 初期渐进式 就是你可以用慢一点的 从一 然后慢慢的有没有 慢慢的 然后变成再快一点 对 而且甚至于在进阶 我真的希望是说 体能啊角力不正常 对的时候 还可以自己 像吴大哥你自己稍微用点立财也可以 你看 那这样子也可以 是是是 但是毕竟 对一个刚康复的复健的来讲 他是很辛苦 所以当你走累了以后 你没办法出力的时候 来你不要出力了 他又帮你走了 所以他这台 为什么对复健最效果会很好就是 他既可以被动 也可以被动 好 那有时候真的我看到 身边也有很多长者的朋友 我发现他们那个咖 越来越小了 我以为说是人变瘦 后来发现那个不叫变瘦 那个叫肌肉没起来 萎缩 所以真的是 你反而一定要保持 运动量这件事情 对老人家或甚至受伤 你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运动的朋友 这件事很重要是吗 对 我先分享我自身的故事好了 是 我母亲快要八几岁了 之前坐轮椅 因为现在我们住林口下雨天 有时候真的没法推出去运动 他在家里面自己有看着电视 这样子搅动 嗯 然后呢我再配合 像 现在一些小简单辅具 像这个机器 对 这是 这是筋膜枪吗 对 但是因为它有两个裤子 有裤子啊 裤子就是说 因为它不会直接造成那个什么 压力 那个 攻击力不会直接 它很 它就是老人家 它喜欢这样子 其实说真的 它就是喜欢有人陪它 吹吹背一样 就好像说家里有那么四十 在旁边跟它 它看电视 这个还蛮舒服的 对 它也不是真的要多用力 它就感觉起来 它这张手可以 好像再揉一揉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呢加上说 比如说它这个 尤其啊 我觉得我对筋膜枪啊 印象里面啊 就是有一次我很肩膀痠痛 然后我就印用一个筋膜 啪啪啪啪子 怎会觉得越严重 那你刚刚讲到 有裤子这件事 我觉得 对所以 这是所谓的裤子在哪里啊 这我来介绍一下好了 裤子在哪里 像这个 通常我们一般看得到的是 来麻烦吴老师 随便给我一个大头印 这一个比较硬的 我们这样比 吴老师麻烦这样比 你看这差多少 这样看得到吗 这个是硬的 这个是软的 像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不比不知道一比是不是吓一跳 对啊 这个是软的 一个软软软 一个软软软QQ 这个叫做硬碰硬 所以Tracy啊 难怪你用你的那个 胸部的时候 用你的那个肩膀 我用肩膀啦 肩膀啊 没有人用这个去用胸部啦 这个会痛得你要死 但是呢这个你看 我把它装上去以后 不要说是你的那个肩膀 即便是你的关节 它也不会让你感觉到疼痛 因为它软的你看这个 你看到没有 我的脂肪关节 我可以直接这样打 这样很舒服耶 对 其实它这个 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那个 我们台湾的一些 一些工艺也是很厉害 它一样有一些配备 对 比如说 你看一下 这黑色的 它一样有两个的 有单个的 对不对 好多不同的头 对 那这对脊椎旁边的 对 但是这个比较适合那种 比如说比较严肌的 对 肉比较硬的 因为肉比较硬的 年轻人 对 它可能要这种比较刺激的 对 但是如果像我妈妈这样 80岁的 或者说刚开始 你在做柔软的话 我就用这个比较好 我觉得用这个很舒服耶 就用这个 这种有Coucheon的部分 就好了啦 像我现在变成一个 很轻松的孝子以前呢 回去都要帮它揉肩膀 揉手也会酸耶 有时候已经上班很累 回去帮它揉也是一种 对 一种压力 那后来发现它自己可以 看电视的时候 自己这样子打 遥控器可以这样 一遥控对不对 然后可以前转后转 快转慢转 然后 它就很方便 然后再搭配这种 简单的什么 轻松辅具 很方便 对 但是呢在客厅看电视 就很舒服 对 而且呢 你知道我这个笑 甚至是一个 从头笑到尾的笑子 我现在又帮他做一个 因为他 肚子怕冷 对 那有时候 有我妈妈做轮椅 他毯子滑下去 撿不起来 那我爸爸又出门去了 对 干脆就扶一个这个 袋子给他 所以这样肚子 肚子会燙燙就到了 其实我这样子弄 我刚刚弄到现在 其实肚子也有点发热了 因为你看 它这么一些 有一些水磁石 这个其实怎么知道吗 护暖效果就比较好 所以那个吴伯伯 你的肚子有烧烧吗 烧烧 有烧烧 有烧烧就会舒服 那可是我看到 吴伯伯的脚上 也给他弄一个护膝 这个就是护膝 他这个护膝 也是使用加强型的 其实我发现他有这个 有没有 他有个加强带 有没有 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很进步 他把你穿好之后 还可以这边把它加强 这边也可以拉过去 保护我们的膝盖 就是增加我们 回弹的力量就对了 对 尤其膝关节 退化发作的时候 是很疼痛 你把它护住之后 可以减低这样子的疼痛感 而且这样也会烧烧 对 那最重要就是说 刚刚现在像老师 你手上 你现在是用手在走路 对啊 可以往前走 也可以往后走 可是我发现你在走 也问问观众朋友 你觉得走路是怎么走 这样走吗 其实大家知道 走路是这样子走 你的关节会动 而且有这个叫20度 没有 那我们的脚踝 本来就往上 比方说你踩地 脚跟踩地的话 脚要翘起来 对 然后往后的时候 脚尖要提起来的时候 就往后 所以我们的脚踝 没错了 是一个动态的 是 动态的 所以我发现说 今天这种方式 它有角度 它是尼泰的 有讲究的 对 因为以前我骑脚车 它是上下 脚车它是上下 它怎么样 它算是上下而已 但是像这种是尼泰就是 模拟人走路的一个姿态 但是它好处是 它不会让你 处于一个危险态度 危险的环境 状况 而且其实我们就这样 坐着在沙发上 如果说老人家在看电视 你就让他脚放上去就好了 对 那刚刚我们 我们那个 简老师有说 它可以 它可以什么 往后 它往后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往后 它就是模拟说 我们真的人在 往后的一个什么 肌肉又是不同的 发动的肌肉 有人在家里面 沙发上往后不用一直回头 也不用到公园 不会撞到任何人 怕撞到 因为我听到很多 真的有听到很多意外 是他出外运动的时候 过马路太暗了 被车撞了 或者在公园的时候 天雨落滑 跌倒了 我说那干嘛出去运动呢 你不出去反而没事 你出去又造成那种 不行啦 吴老师这个叫音乐废时了 这样也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画面 影片给大家去了解 什么叫做脚的角度 真的 没说大家都没有 我没有不会发现说 原来走路脚还有角度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观察一下 是不是自己走路也是很方便 一般我们看的运动器材 其实它是没有角度 是没有办法活动到我们的 踝关节的 你有没有智能走路 它真的是拟态 因为我们的脚尖 微微上扬20度 所以这台机器 它就像真人在走路 像真人在走路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给我们 真的是受益良多 尤其你从来 如果你现在还能好好走的人 你从来不会想到 有一天有可能会轮到你 这件事情 真的 所以今天是不是 要活就要好好动 走啊 对啊 趁你还能走的时候 我很幸运 我今天带了这个来 我这个叫做 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 我环岛 我骄傲 我们是用徒步环岛 好厉害喔 台湾绕了一圈 花了46天 把台湾绕一圈 那这个呢 就是要每天要走很多 当然我不勉强说 各位一定是这样走 但尽力的能力 渐进是 我今天能走20分钟 我就走20分钟 觉得很舒服 加到25分钟 加到30分钟 当你能够走一个小时的话 大概你到哪里 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哇 真的很棒喔 好 来 你不能动 我帮你动 所以包括哪些人呢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他 我们也请老师来说明一下 好像长时间站立的 我们一般都建议 要走大概5000到6000步 长时间做的呢 至少要走3000 静脉曲张的 因为它本身的回流不正常 也需要大概是6000 走路跛脚的 可以稍微少一点 3000 中风复健的 根据个人体能而异 也建议在五六千 膝关节退化的 并不是说你膝关节退化 就不走喔 金老师就知道 做物理治疗师的这种 你不走 是不是更麻烦 哇 真的健康要动起来 我们在家也可以天天轻松动不求人喔 那观众朋友如果对节目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女王当家的FB粉丝团做进一步的了解 哇 这个要活就要动啦 可是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是属于那一种有10100个理由 我就是在想我永远有好多借口 我就是懒得动的这种族群吗 如果是这个族群的朋友 大家就要小心喔 来 我们来看一下喔 不运动又爱吃 台湾成亚洲胖夫啊 哇 我们看一下 台湾人BMI值这么高的当中 男生喔 有大概一半以上过高 女生呢 有35%以上是过高喔 所以呢 欸 真的是要吃要活 就反正我们一定要健康动 你要不动喔 欸 体态窈窕 你就没指望了啦 好 不过懒得动的这个问题喔 欸 健康老师 针对这个懒得动的朋友很多喔 你有给他们哪些比较健康的建议啊 欸 对喔 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喔 现在的什么都有 就是没时间 欸 所以 没时间 其实是借口吧 简老师 每年都有20小时 对啊 每个人都有 可是如果真的是喔 没有时间的话喔 还 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你看像这种机器有没有 不管你今天是站着或者是坐着 你懒得动呢 他就帮你做运动 欸 所以让你完全没借口 真的 主持人说的真的太好了 再也没有逃避的理由跟借口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假装喔 我在追剧 好 这时候坐在沙发上 来 要怎么样来懒人运动 你看喔 假如在追剧对不对 我们就坐在这边 就那么轻松 这个是 我现在你看电视喔 对 轻轻轻 轻轻 轻轻 你的脚也跟着动了耶 对啊 你看 就那么轻松 根本都不用刻意的喔 像坊间传统的运动器材是 你要挑一个地点去放 它占位置啊 你要刻意的去把你手边的事放下 那这种机器呢 你看喔 坐在沙发上 只不过把腿 脚放上去而已 你继续去做你的事情 看 追你的剧 打你的电话 可是你别小看这样子喔 我们看看这位 隔壁这位美女就看得出来了喔 她 脚放上去喔 她从脚部一直延伸喔 你看她的膝盖有没有 到她的这个手部 你们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从画面你就会看得出来 有没有 手部一直到她的腰部 腹部 有没有 其实都在轻微 一直往上传动 所以她并不仅仅是运动下半身喔 她会带动到上半身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个简姐姐喔 听说也是美魔女啊 今年几岁啦 六十 哇 所以大家要不要活要痛呢 六十岁有这种气色喔 真的不能懒得动 所以真的就是俗话说的好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除了化妆以外 其实好好的每天持续在做运动 或者是律动 这些都很重要喔 因为我们平常有在上班嘛 根本没有时间运动 是 然后这个东西很好 是因为 因为家里的空间不大 那我放一台机器 然后我就站在上面 让它动 因为脚是我们第二颗心脏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 其实因为很少去外面运动 一来是外面空气不好 PM2.5 所以我是不太去外面的 然后我在家里的话 我放一台机器在这边 我又可以追剧 我又可以看电视 我就觉得一举两得 而且让我整个全身都发热 哇 他讲到一个重点 对 真的全身都发热 代表全身都有动起来 对 所以来 健康老师 我们就来教大家 这个美魔女怎么练得 可以维持这种体态 大家都很好奇 对 麻烦一下 手扶我一下 我先把机器关掉 好 首先我们要给观众看一下 别看它的力量 没关系 我们先给观众看它重量 好 你看 其实这很轻 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对 很轻 你不要以为它很笨重 它就这么轻巧 不会让你逃避运动 可是呢 它虽然轻 但它力量 它确实很伟大 你看 它很好 它放在家里头 它不会滑动 因为它下面有个吸盘 是个吸盘 吸住很稳 对 很稳 它也朝到楼下 一般家里面运动 最怕朝到楼下 来 麻烦一下 我先把它关掉好了 比较安全一点 来 请站上去 你看 人家说 不运动的结果 为什么说只有这个 男女人没有丑 没有丑女人 对 你看 你不运动的结果 气色当然不好 即便你花再多的妆 你也吸收不了 没办法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你站在这个机器 就不一样了 你看 观众没有发现 它现在动到哪些位置 好 来 我们从 我觉得是 没有关系 我一面讲一面 你讲感觉好了 对 我们从下面讲好了 你看 有没有注意到 红点这个小腿这个地方 有 它这个是有 大概是有八度 每一分钟 大概有120到680次的上下 或者是律动 或者是摆动 然后你看 小腿有运动到了 大腿它也运动到了 有 那个红点颠都有在动 对 而且一般我们 那个腰很明显 对 好 来 你看 当我把它关掉以后 你不相信 你叫那个 麻烦摄影大哥这边 不要动它 你动给我看看 根本不可能 好动 好动 我们眼睛不要扎 我怕你这个会抽筋 你看 我带着你动 你看 这么 有没有 好细微深层 动不到的地方 然后你看我上面不会 就是动那个腰的地方 有没有 所以你看 站着 它其实就是小腿大腿到腰部 然后到我们的腹部 全身 它都有这个叫做摆动 我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样子是一种左右式的 那有的人是 律动 有律动的好 摆动有摆动的妙 那这样子是叫做摆动 我先把它关机 其实我们走路 其实跟跑步也都是人体 这些都保 就是叫摆动嘛 杰老师 对 对 我们人体在动的时候 有上下有左右 没错 还有一点前后 有没有发现跟刚刚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上下的有没有 类似于我们在做跳绳 类似弹跳 有没有 垂直 这个叫做律动 跟刚刚的摆动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更厉害了 所以律动 这个身体很明显 很明显 所以人家说 但是 观众刚刚挑战 说这个机器 真的有那么聪明吗 刚刚不是一直说 懒得也可以吗 对 那我们要示范给观众看 如果说 连站都懒怎么办 崔姐连站的 那我就坐着 坐着 追剧总是 加减动一下 心里也心安 对不对 对 不动最糟糕吧 很多人可能 抖动的话是全身性的 对 你的膝盖要稍微弯 要微弯 因为你膝盖没有微弯的话 那个力量直接贯穿上来的话 就有点像Coucheon的概念 你的脊椎怕受不了 而且膝盖微弯 感觉它抖的 抖动的 又不会那么厉害 对 有没有 这边就不动了 有没有 就是人 我们用人的所谓的 伸收缓冲 对 来抗生这个力量 你刚开始的时候 力量直接贯上去 刚刚那个更要弯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觉得 那个真的很大的运动 力量比较大 那个力量很大 所以就是利用我们的 膝盖的弯曲 要调节上升的力量 我测过来看看 我来试试看 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好 对 这样舒服很多 有没有 要微弯 对 这样微弯 因为这样子震动很大 就比较强 所以可以调节震动力量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有骨子疏松 你如果膝盖锁死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直接 对 对 不过年纪长的 我们就建议直接坐在椅子上 对 对 讲得好 对 来 讲到直接坐在椅子上 我就发现 健康老师 你对吴老师是比较好吗 还是比较不好 为什么他的那个脚底啊 你像这样子 他还有加强两颗这个按摩球是什么 我就要公平一点 你猜我几岁了 18岁 我今年25岁 你们猜出来吗 我一定要猜吗 我只比较关心你脚上 为什么有多了两个按摩球啊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以前去外面 大家同学都去 主疗对不对 主疗对不对 主疗按摩 但是我不习惯人家碰我的脚 因为我脚会痒 所以我就 跟那个施老师 请教说原来这种律动仪 它可以放两个球状体 然后踩在上面 就可以达到一个 在家做什么 足底按摩的作用 所以他这台有得到 台湾的专利就是说 有运动跟按摩 双效合并在一个机器上面的专利 你这样还要专利哦 因为我们大部分看 都是按摩器材 对对对 大部分就是运动器材 你何臣有听过说 运动跟脚底按摩可以合在一起 而且它是斜的 所以它的整个角度 比较凸 比较矮 它可以让我们自己 有一点角度体现 我可以自己找我自己酸的地方 去刺激一下 重点是 刚刚简老师讲的 我不用去强求 因为别人按摩 不知道你的酸痛在哪里 我们自己可以找 找到最速的位置呢 去做什么 自我的怎么知道吗 调整 调整 因为身体是自己的最知道 对 也一直按一直按 好痛好痛好痛 结果你回去更痛 因为已经过度伤害了 那我们自己呢 这样子 慢慢的 不要太剧烈 真的耶 今天学到这个叫 聪明懒人运动法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无论是 观众朋友你是要追剧 或者办公室的上班族 上面上班 那脚也是给大家活动一下 其实都很容易耶 要懒得运动 让你完全没有借口了 那广告后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分享 马上回来 健康冲起来 我们看一下 真的是从脚贯穿上来 都在动耶 对 真的全身在动 因为其实你上班站一整天 对 脚很酸 那如果回到家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会回到家 因为你懒得动嘛 想要放松 我就会电视打开 然后放着 然后我就动一动一动 我会觉得整个气血都在通 就会很舒服 很舒服了以后 然后我才会去洗澡 然后准备睡觉这样子 因为我的工作是要站一整天的 是 这个要久站久坐的朋友 很需要随时把它切切 你是不是这样说 切切 那个就是全身的肌肉 全身都有动起来 对 我觉得啦 我也觉得全身热热 因为这个气血 好像整个下面都通上来了 所以我们平常都鼓励大家 平常没事你可以动一动 这是一个你可以动 你就主动动一动 是不是 你可以主动 但你如果说两个动 或者你专注其他事情的话 那就会让它用被动的 对 因为我有注意 我如果没有这个机器帮我动 我跟你讲 我动两三下我就停了 真的 又找到借口 对不对 找到借口又不动了 因为具太精彩了 是 你会忘记动 但是这个东西它会一直让你动 是 那你就会觉得你一边很精彩 然后你又看得很精彩 然后下面也动得很厉害 对 一举素得 对 那像上班族的代表吴老师 对 你说办公做一整天也很需要动 对 比如说像我们在思绪的时候 的确需要一些活络的一些思绪 那基本上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施老师 这个也可以放在我们腰部这边 对 因为你做办公做的话 对 你可以自己做调节是不是 对 所以现在后面也塞了 有时候腰酸的时候我就会 我就会 它有一个这个腹锯 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 那就吴老师刚刚在按脚的是不是 然后你就靠上去 靠上去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就很舒服 对健康老师 它那颗白白那是活动的意思吗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 哪边酸就塞哪里 你因为每个人酸的位置不一样 你可以放这里 可以臀部这边有没有 下面一眼 它也可以 自己来调整 你看 就像变魔术一样 百变金刚 你看如果是脚底的 来麻烦 你看脚拆下去 这变什么了 是不是脚底按摩 有没有去好不好玩 好玩 摔哪里放哪里 通感就对了 就这么轻松就这么方便 好 那在操作上 我看你手上拿的一个遥控器 介绍一下 这个真的是要懒到极致 不是说站都懒吗 所以当你在遥控开 这个开关的时候 用遥控器就可以 你看 你站着你的腰都不用弯 就可以启动它了 像这个地方是开始 然后这个地方是电源 对 然后这边是定时 30分钟自动停止 所以它这样子一次一转是大概 又多久呢 而且它15分钟自动其实好 运动15分钟就够了 就会停了 一个set 而且有1到999段的速度微调 那从100 强弱有分 对 抖动次数从124到680次 不同的抖动速度 这边三个是一个按摩的功能 这台它是有一个专利叫做 运动跟按摩 结合在一起 好聪明 如果是它今天 即便是坐着可不可以运动的 我们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 你先从它的大腿 这边就看得到了 对不对 这边就开始一路带 你看这边贴红点 这个是一般 妈妈最讨厌的 怎么觉得坐着的时候 那个腰部动到更多 对 人家说 坐着我也可以让你运动得到 你说这是不是懒人的福气 然后还没讲完 如果你再往上延伸 一直到它的肩膀 到它女生的叫做叭叭 你看这边有没有 那一块肌肉 那个叫什么肌 那根本动不到 这是什么神秘的地带 动不到的位置都动到了 所以你看 坐着它从下半身延伸到 我们的腹部腰部 一直到我们的手部到肩膀 那除了这样子来运动以外 其实像这一台 它如果说像我们在手的运动上 其实也可以把它搬到桌子上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 来请坐着有没有 因为它很轻 有耶 这个不到五公斤 你把手指头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掐着你的脸 你顺便穴位按摩一下 瘦小脸 真的 不然你自己这样按 你手也会酸 你这样还有机器辅助你 把它更深层 好棒 这样全身真的都动到 而且你用看追剧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包青天 我们也来按一下 对不对 太方便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管运动或活动 一定要均衡 还有 一个叫做持续 对不对 稳定 通常我们运动是要渐进量力 这是第一个概念 就不要太勉强 你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勉强 对 第二个就是 我们就说慢慢慢慢的 不要说勉强自己 然后不要坐太久 所以它有定时 我觉得也还不错 对 有定时 可能一抖两个动头三个动头 那就不太好 好 那紧接着我看两位帅哥 帅哥老师 对 我现在进入一个 你们手也动起来了 忘我状态的 就是脚底按摩是要吃重险的 但是肩颈这地方 可能是更敏感 或比较脆弱 就是用这种 这种按摩 对 这按摩器材这样 真的是舒服 完全不求人 真的耶 按摩不求人 有没有比那个美女按得还好 我看电视 然后追去再按摩更好 更不会浪费时间 然后坐办公桌 对不对 电脑看太久是眼睛会酸 对不对 然后闭上眼睛 哇 好舒服 很享受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超棒的 那尤其如果说这样坐着 家里的老人家 我们也要给他来照顾一下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吴伯伯 吴伯伯真的是很棒 他这样子一天真的 现在这个脚的带动 我们也请健康老师 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现在的吴伯伯 人家不知道 以为这吴伯伯那咖喬有难 一直在那边 吴伯伯 踩脚踏车 其实不是他在动对不对 吴伯伯这种轮椅的家族 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关怀 一个做轮椅家族 他最辛苦的地方 通常是这样子 我们想象一下 家里面有长辈的 做轮椅的真的是 家人的真的是很辛苦 也是家人很沉重的负担 你一定要帮他按摩 对 你一定要帮他这样子活动 对 他这个不运动的结果 他越来 脚会越来越小肢 对 他整个的心肺功能 循环功能 整个的瞬间 几乎都可以崩溃 所以人家才说 做轮椅家族的复健 真的是很重要 可是你看 当你没有办法 我们还可以正 往前走往后走 当我们家人没有那个能力 跟时间精力去帮他做 或者是到大医院去 每天带他去的话 家里面如果有这个的时候 你看 就可以代替外劳 代替我们做子女的 让他 你看从踝关节开始 他会这样子的伸展 像模拟走路 而且他的速度是可以调 我们一开始 我们建议用慢一点 像这样子 最慢 好 慢慢进步 健康老师 我们请乌伯伯的脚先移开 然后我们让画面带一下 其实现在这个洞 是机器在动 不是他的脚在动 来 把脚在旁边 我们放在旁边 所以完全是机器本身 带着你的脚在动 对 没有办法动的朋友 千万不能放弃 还是要持之以恒的来动的话 就要挑选一个聪明的 一个好的 一个辅具 这种机器就很方便 你看比如说 运动器材 辅助器材 下雨天 或者说真的人不舒服 就在家里面看电视 就是这样 都可以 让自己做一个身体循环 这样不会疲累 对 尤其我觉得很贴心的 就是说像吴伯伯 他肚子也给他照顾到了 也热热的 对不对 像我自己在看电视的时候 或做办公桌 吹冷气 肚子也冷冷 这样盖起来 我说吴伯伯耶 我姓吴 你是吴老师 吴伯伯肚子有一条 吴老师肚子也有一条 也有一条 为什么会热热的 因为其实 它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些 所谓的矿物 对不对 矿石 那这样起来之后 它本来就会聚热效果 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秋冬来讲 有时候老人家 如果坐着不小心睡着 你给他下一下 这样燙燙也好 不要说老人家 像我们这些中年男子也是一样 看着睡觉 吴伯伯的好处其实很多 对很多 然后这样呼吸 我觉得这样子 老人家如果说有呼吸 附在我们的西部 对不对 他这样整个活动下来 也比较舒服 现在的呼吸也很进步了 他都有加强调温 有没有 帮你把呼吸放好了之后 所以这个有弹性的 对 两条 再加强一下 针对肩膀肤的保分 膝盖 对 怕都会痛痠 可以缓解 这就是呼吸呼腰 其实现在 市场需求变得很大 有弹性很重要 而且可以调节也很重要 不然的话 每个人的咖 那个粗细不一样 不一样 好 所以真的是 不管是绿动 或者摆动 或者是说我们 一般正常的健康族群 你懒得动 也让你没有借口 你就是挑一个聪明的方法 你就是 就算看个电视 上班的时候 随时还是可以保持到 一个绿动或运动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家里有像这样的 老人的朋友 或者是受伤的族群 你真的没有办法动了 千万千万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跟大家很诚挚地呼吁 还是要动 要活就要动 乐活健康人生 就要快步动起来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来宾的分享 那么我们要爱护自己 也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家人